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歡迎收看創富激發點 我是Christy 先看今日市場關注的焦點線 熱展擁入港 令港元對美元匯價升穿7.75 強方兌換保證水平 令金管局入市干預 上週末買入6億多美元 即向銀行體系注資了46億多港元 是三年來再度出招 另外 市全港交所高層 下週五舉行集思會 討論收購倫敦金屬交易所LME之後的 商品發展策略 令港交所股價升了超過3% 請來Jason和人分析一下港股後市 亦會說說個別板塊 你好Christy 你好Jason 首先想說說港股方面 因為港匯強勢 即使美股上週五 因為一些業績不理想 拖累下坐二百多點 都無助港股今天的升勢 想問問後市會否依然那麼強 現在的錢似乎都偏向一些週期性的股份 以及市場上的避險氣氛都叫做減低了 所以你都看到近期港股的成交都明顯是增加了 以及都看到之前一些比較落後的中資股 都是近兩三個星期就上來 所以我相信如果你說當市場上 現在都仍有個憧憬 都是期望回內地的經濟在第四季 都仍有機會進一步復甦的話 我相信這一個概念的支撐底下 接下來的港股都仍然是有機會 即是在上網更加高的位置 如果你說看回近期的行資 就在兩萬一千點樓上都叫做企穩了 接下來我相信都能夠進一步挑戰 就是今年年初 即是二月份的高位 就是大概兩萬一千七到兩萬一千八 但是當然都要留意回 就是說美國 接下來都還有些企業會公佈他們的業績 如果你說連續兩三個星期 出來的業績都是不理想的話 美股的調整都仍有機會出現 都會限制港股的上升勢頭 即依然都是看好 不過留意著 美國接下來好像有些科技的企業都會公佈業績 是的 近期出來的 Microsoft、Google、Intel 都不是那麼理想 如果你說接下來出的那幾間 都仍是一般的話 對港股都有少少的壓力 是的 大家留意了 看看今天港股表現 全日升在145點 收報21,697點 成交是510億 繼續問的Jason 港交所 因為看到最近的成交又增加了 而且也說了 接下來他們的高層 都會就LME那邊 就開一些商品策略的會議 市場衝勁 這些應該是離好的消息 所以港交所最近實在太強勢了 升了3% 已經去到125.6 這麽高的水平 想問一下 接下來港交所 還有沒有上升的空間 港交所我自己的看法 都是忠誠 如果你說短期來說 我相信都借著近排一些所謂利好消息 和大市成交都叫做增強 另外也都見到一些個別的新股 都來香港重新上市的時候 我相信那個股價都會有正面的動力在 另外亦都可以留意 因為之前的人都比較擔心 就說收購LME之後都會有機會有個集資 上個星期你見到他都叫做 發了一個5億美元的CB 整體那個的成本 即那個利息方面 那個年利率都是0.5% 都屬於一個偏低的水平 如果你說現在那個集資方面的成本 都可以控制一個比較低的水平的話 市場的那個反應都叫做是挺正面的 但是留意一下 因為始終今次的集資都只不過是5億美元 那接下來他都還是有機會 有額外的集資的動作 那所以如果你說股價 接下來是上回140多元 150元這些位置 那我覺得就不應該再去高追了